大家好,這是阿庫 超任版聖我祥錄錄 文章之謎第一部暗黑龍光之劍篇 第十一話悲傷的大地 上一話第十話是在室內戰場 然後很幸運的寶箱也都拿到了 然後我們也讓我們隊上的第一位成員進入轉職 歐古馬轉職成勇者 所以呢接下來的陸陸續續可能會有 慢慢轉成 慢慢開始轉職,進入上級 差不多主力的成員應該都可以陸陸續續轉職 然後呢 接下來的部分可能就是轉職過後 我方的實力就不用講了 就慢慢變強了 當然還有幾個成員可能進度稍微慢一點 比如說像琳達 琳達比較晚加入 所以他等級現在很低,慢慢培養吧 對 或許之後 拿到新之寶珠的時候可能會比較 可以練比較快一點 我們現在的目標可能就是讓 主力成員轉職嘛 然後呢 等到後面的真正要練 練功的部分可能要等到新之寶珠之後 練功才比較有效率這樣 對於我 對於我 預計來說的話 在拿到新之寶珠之前 我基本上不會打多地 對,因為意義不大 我覺得我馬魯斯練太高了 練到14級 其實能力只不是很好看啦 所以 剩下的 所以說像馬魯斯剩下的6級 我後來可能就拿到新之寶珠再說 如果到後面真的來不及 點數不好看的話 就只能靠道具加點數 這是最壞狀況啦 好 我們就不多說了 我們就趕快見面囉 格拉 呃 如果是我自己習慣會唸格拉啦 欸,格拉 格拉 由過去開始就是阿里提亞同盟國 在與格魯尼亞戰鬥中突然投靠的敵人 因此遭受背後襲擊的阿里提亞軍全軍覆沒 國王克內利亞斯與法爾西翁一起消失於格拉 悲傷的日子之後呢 也過兩年 阿魯斯現在來到了逼死父親 逼死父親基奧堅守的格拉城 所以說格拉原本是盟友 結果後來背叛了阿里提亞 讓阿魯斯的父親 阿魯斯的父親 習慣的朋友變成今日敵人嘛 也算是蠻複雜的啦 可是畢竟抱持的仇恨這一點 我想以馬爾斯的立場來說 格拉的行為應該不能原諒 但是如果以一個大局觀來說的話 只是報仇我想 不是一件很聰明的事情 那好我們就不要說廢話了 開始看一下清單齁 那我們先整理一下物品 朱莉安的部分 銀劍收起來 以及上一關卡西姆得到的預言 也收起來 預言的話 等一下那個 琳達 琳達還能用預言嗎 可以耶 馬力克 維持不便 然後 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鋼劍 阿貝爾 目前線階礦 線階段都還OK 然後 不過卡鋼槍快沒有了 等一下給他一把新的鋼槍好了 鋼槍我有很多把 OK 然後這一關的話 那個米蒂亞派出來 因為他可以睡法斯特雷亞 雅黛把武器仿生好了 好 我們就派 這一關派12人吧 主力還是都會派 凱因 多卡 歐古馬 卡西姆 阿貝爾 拿巴魯 那 朱莉安 這關要開門的開寶箱 所以需要朱莉安 然後 琳達這一關看著門列一下 河盾 還有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米蒂 米蒂亞 還有一個的話 欸 不知道看誰 欸 都可以派阿 如果你要派 如果要保險起見的話 可能就是溫迪爾吧 就是有兩個補血的 重攻擊的話就是馬力克跟哈兵 馬力克 這關練力打好了 可以派溫迪爾 哈兵這關就先不要上 他弄醬了吧 他弄醬了吧 一天 進來 驅到地下 童魂軍 從來 什麼童魂軍 蟲 為什麼不叫盼軍 是 非常抱歉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他們童魂軍 所以 寵禍 這些消物只是隨便造集人手的盼軍 不用害怕 但是沒有想到那個小鬼不停的 竟然下去騎士找我出事 這樣多瑞亞帝國請求援軍了嗎? 是的,一個部隊的天馬騎士團預定增援 天馬騎士?那種東西能打敗他們嗎? 我說過要卡麟的黑騎士團或是米希爾的龍騎士團的 可惡,竟然這樣對付我 打算背叛克內利亞斯的那樣背叛我嗎? 可惡加尼佛 我還不想死,明白嗎? 喂! 好,我們看一下關卡配置 我們先看一下Boss 銀槍! 好,開甲武士 遇到,總而言之呢用破甲劍跟魔法 基本上就可以輕鬆斬掉他了 不打緊沒問題 然後呢 這邊的話配個狙擊獸 阿斯特雷亞 待會用米迪亞說服 然後呢,南邊的部分兩個寶箱 然後配個狙擊手 有點討厭 這算是有點麻煩的配置啊 總之呢,這邊會有盜賊去開門嘛 就讓盜賊去開這兩個寶箱 之後再把他們帶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也配個勇者 勇者的話 反正就歐不馬去應付 速速有餘啦 密集我們這邊有一個超強勇者 黃玉1的點,但其他都完美 然後這邊是個弓箭手的部隊 所以我們要小心一點 這邊有個村子 待會馬魯斯可能要從這個小路 去包包那邊去 所以我們現在的狀況 應該就是馬魯斯去村子 然後呢 其他人就是往這邊的地方進攻 然後派一個傳送之障 去這邊搜刮寶物 大致上就這樣 還蠻單純的 而且如果 而且這邊寶箱取完了 搞不好還可以去打這個 打這個傢伙 順便把這邊的勇者處理掉 就兩盒吧 好,就這樣吧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 在這邊待命 然後呢我們先把這弓箭手引上來 說實話是有點冒險 喔,多卡了 好,拿巴爾先後退 拿巴爾的那個防禦不高 剛剛有點Lag 好,不打緊 好,馬魯斯先後退 先 先讓他們打多卡 或不馬吧 至少比愛的注意 只要不要比殺的話 那就麻煩 附陣側附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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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往前走一點 但不要太前一點 這樣 腦住 好,我們先 先這樣子吧 啊 失散 幹,浪費一回合了 不應該讓Maro是站那邊的 好,可是就還打 欸,這個卡過來了 阿斯特雷亞的部分 先說服 好想再向多利亞討戰一次試試吧 現在開始我們沒有在一起了 我就不會再離開你身邊了 哎呀好閃啊 那根本就是那個青雲放閃對話 劍目激怒 媽的不把這個 不把這個傢伙解掉 問題很大 有好想不要 好想換 我們要來回家 吧 你嘛 無法不分 快點 開放 好 喔 哈希姆 方箭 HP7 21 11星 好 暫時解套 哈希姆升級 媽的咧 跟我預想的有點差距 這邊會有那個 還假的不是 不管了 先讓豬店開橋 開橋之後呢 多卡 然後這邊的帕瓦拉卡丘亞就不要攻擊 他們會加入 他們會往馬爾斯那邊走 所以千萬不要攻擊他們 然後用頭槍 不過 還好啦 反正 算安全 哇 他們用那麼好的武器喔 他們用那麼好的武器喔 立安開完橋後 算是任務達成了吧 然後這個地方 阿斯特雷亞 然後 變麻煩這種配置 總之我第一件事情 先把 鋪馬傳送到 這個地方 要去賭到怎樣 然後這邊不要動 我卡了 哇 一槍 一槍吧 他有頭槍 你那種琳達過去有點威脅 那種琳達過去有點威脅 很好 速度 HB升級 喔 不錯喔 好 琳達 用靈光魔法 唉唷 唉唷 打不死啊 媽 沒辦法了 只能把這兩個開架不是打死 對 真的沒辦法 不大危險啊 好 這邊給拿巴爾 好 沒辦法了 升級 力量 速度 武器 唉唷 不錯歸不錯 但是沒有加防禦啊 頭槍 十七十二 差一點 好痛耶 阿德勒 不行了 就告阿斯特亞了 不想給他打 他應該會打零打吧 他應該會打零打吧 唉唷 打阿斯特亞 喔 畢竟不會被反起爆 OKOK 這樣也好 把他打零打咧 很麻煩 喔 畢竟不會被反起爆 喔 畢竟不會被反起爆 好久不見了 貓斯大人 我是卡修亞 在得知迷尼瓦大人 終於加入年軍隊後 一直在等著見您 會加油的 多關照 好不好 再次見面 我的大人 我是白騎士團的康阿拉 各自靈救出瑪莉亞公組後 我和妹妹卡修亞 一起從瑪格多妮亞跑出來 照卡修亞的約定 我也與迷尼瓦大人一起戰鬥 但最小妹妹阿斯特 去了格魯尼亞後出命維拉 等了孩子回來後 如果我們三個人幫助 三個人一起的話 會給你更多幫助 接下來就是趕快讓馬魯斯去那個左邊的村子 動畫關掉 補血的話就不用看了 好 琳達用一般的雷電就可以了 然後炮啦 卡修亞加入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從 跟米迪亞拿武器 鋼槍槍那些 因為米迪亞基本上這一關的任務就達成了 他的目的就是說服阿斯特利亞了 接下來我們就全軍往南邊走 阿斯特利亞的話就簡單跟著啦 但他不會是主力就是 多顧馬的部分 先... 不要輕舉妄動吧 好像被開了一個 一個要逃跑 敵人沒動 這是道具好 要跨 好 接下來呢 就是在這邊 前面的部分 做人牆 因為待會可能會有... 待會就是天馬騎士團的明軍會跑過來 所以說這一點要注意 總之呢 雷娜跟溫迪爾兩個補血師準備好 然後後面的人隨時待命 應該就沒有 因為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歐布瑪的部分先處理掉這個道具 轉自成勇者的話 道賊就... 輕輕鬆鬆鬆啦 然後得到那個... 商藥跟銀卡 就是那個... 買東西會半價的那個會員卡 我就叫會員卡啦 哈哈哈哈 差不多出現了吧 好 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會把天馬騎士團的敵人清掉之後呢 再繼續往前走 這是我目前的預定這樣 好... 然後馬虎斯依蓄就是... 往那邊前進 歐布瑪先處理掉到這個工業手 用必殺劍吧 如果打必殺的話就一次搞定這樣 哎呀 竟然被打死 超萬一啊 用祝福之上 要不要被他打必殺就完蛋 好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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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部分就是我們對青緣軍 青緣軍的部分我可能就 沒關係 先等一下 我們先看下一回合 都出來都出來了 我們先看下一回合 OK 打死 然後馬魯斯繼續往前走 然後呢 武器不要用雷劍 千萬不能 不要用武器的 用鋼劍 然後戴機 然後凱因先後退 一二千 喔 拿霸了 拿鐵劍就好 然後 波古瑪的部分解決 解決那個 好 好定 然後就維持這樣狀態 那接下來他待會就解決 解決到賊 那奧古瑪的任務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後就看狀況去打這一邊的勇者 你就知道了 完全不可不得 解決 解決 OK OK 我要打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阿卡尼亚波瓦斯基的魔法书 本来在多乌亚帝国的伯德恩 我现在在我手上 帮我交给波瓦大人吗 还有 琳娜公主就拜托了 让七手好好保护他 那我们就告辞了 会再见面的 好高雷光 好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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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不忙 可到賊 攻擊技巧幸運 欸有加防御啊 防御怎麼那麼難加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專心把援軍處理掉 我們這段過程就剪掉啦 就直接看援軍清光後的狀況 好 就這樣子吧 好了 接下來敵人鏡被我們清光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先把這邊的攻兵部隊剪掉之後呢 再往邊走 然後歐古瑪也把這邊的勇者跟祭司搞定了 歐古瑪就是在這邊等待 這邊的部隊會合就可以了 那馬魯斯的部分先移動到這邊 然後我們就先把這些弓箭手全部引誘下來 攻擊這樣 這樣可以引誘下來了 然後呢 琳達可能就在旁邊待命 還有一些其他的那些要練功的人就 學史帶命 然後朱莉安 也一樣 然後阿斯特利亞跟米迪亞就不要動 他們就留在這邊 他們基本上應該不會再出來了 就是之後加入也不會 應該基本上不會登場 好 就這樣子吧 好 跟我想的一樣 打來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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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琳達補刀 然後接下來就是多卡就是繼續當他的漏盾這樣 應該會在這邊 叫先看一下他會下來哪裡 這裡嗎 所以只要在溫迪爾旁邊就可以 好 然後朱莉安去開門 下面的部隊的話可以給拿巴爾 阿希姆等人 卡貝爾也下來好了 好這邊交給海英等人 然後馬爾斯從這邊下來 好 溫迪爾老樣子火球消息 然後琳達補刀 那動畫先不要看好了 省時間 哎呀 先躲過了 好這邊 我去拿銀槍嗎 我去拿銀槍嗎 然後配個銀槍 那一槍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好 然後馬爾斯 OK 下來了 這樣吧,就是上面的攻擊就慢慢清 哎呀,把人打了 太好了,我開了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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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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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沒問題 這個攻擊石 眼力也長 靈光魔法術 OK 多卡的任務就結束了 這個是叫做凱因 馬爾斯跟下來 要是這一個 狀況騎士 就是 MAG 卡西姆好 OKOK OK 喔伯伯瑪把破甲劍 給拿巴爾 待會可能就拿巴爾去打那個開甲武士吧 但是記得要那個配個補血 等在旁邊會比較安全 喔伯伯神經 幸運氣 哎呀就是沒加速度啊 喔 琳達下來 牌音就去對付 好,卡西姆 卡西姆跟格盾 呃,待會他們兩個可能就從他們兩旁射 好,領導 還是想給領導打欸 交點時間就... 好,領導臨打過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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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就是被應付這個傢伙了 這呢,卡西姆第一槍 用弓箭 阿里騎阿城終於敗將 當初版全部殺光就好 好,那麼簡單啊 才不怕你咧 好,馬魯斯 用雷劍 太好了,琳達 不怕 金光魔法 OK 吸水健職 地橋幸運武器 我的葛拉王國到此為止啦 葛西瑪 阿西瑪 阿西瑪 他西瑪不清啦 好 好 總之這一關就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好,我們就等待下一回合的鎮壓 阿 我都忘了,我都忘他了 上把凱因 唉唷,只打一下而已耶 OK 接下來 好,這關可以告一段落了 鎮壓吧 馬斯王子 我們已經找到城內 也沒有發見神劍法爾西翁 看來正如傳聞那樣 已經被加尼夫帶走了 是嗎 不過沒有發尼西翁 就不能打得好 美滴烏斯 雖然阿利提亞已經近在眼前了 就對不起大家 去一次卡巴尼 好 第十一關到這邊結束了 不難 大概就清援軍花了一點時間 還有一開始戰術有一點 溺死 所以說稍微繞了一點路 不過還好都順利的 路過難關也沒有夥伴 陣亡 沒有重打 算是很順利啦 整體來說倒是沒什麼問題 好 那就這一關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我們就第十二話再見囉 掰掰